夏天出門愛漂亮的小姐啊 一定要做好防曬的措施 怕曬黑嘛 結果呢有一位小姐跟朋友到屏東海生館 一進去之後把很多其他的遊客 嚇到說哎呀有貴啊有貴啊 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他臉上擦的螢光劑 這個擦的防曬乳液 防曬凝露 裡面呢恐怕有螢光劑 結果呢卻像臉上塗了白粉一樣 把大家給嚇壞了 吐舌頭做鬼臉 其味道怪嚇人 但明明不是刻意裝鬼 卻在海生館被人大喊 有鬼來 無意間變成這張臉 原來只是擦了這罐保濕防曬乳 經過太陽照射 進到黑暗處產生螢光 實際測試看看擦在手上 經過紫光燈照射 寫出來的字體明顯發出螢光 和沒有寫的地方大為不同 再看看白桌子沾到防曬的地方 螢光也清晰可見 擦在臉上更不用說 一個大圓圈就在臉上 不敢 就怕皮膚有什麼變化之類的 那這個防曬機的特性就是它吸收紫外線之後 它在內部轉化成螢光 把這個能量放出來 就是這種成分 牙本機二本餅咪作黃酸汁納鹽造成螢光反應 業者澄清絕無使用螢光劑 實際測試其他品牌 大部分防曬或是BB霜都會含有這種成分 也幾乎會產生螢光效果 但只要成分低於10%就是合法 不過帕數如果過高 可能堵塞毛孔容易冒痘痘 建議過敏膚質還是選對商品 免得壞了容貌 整天新聞張開亮 請讓StayBits來訪報到 再給我 是 都 還要 做 我